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 辛苦了 小栗子 你怎么来了 娘要问你 今天能不能准时回家吃晚饭 我不确定 如果把栗子卖完的话应该可以 怎么还有这么多 能卖得完吗 我们的栗子虽然好吃 但生意总是有好有坏 可是常常等你等的饭菜都凉了 那你们就不用等我了 先吃吧 不用等爹了 你从来不给确定的答案 我们只好吃吃的等 今天专程来问你 答案还是不肯定 好 那我就很确定地告诉你 你们今天不用等我 帮我留个菜就可以了 那就是生意不好咯 也不是不好 时好时坏了 为什么最近栗子不好卖 难道大家不喜欢吃栗子了 不是 最近正是栗子盛产期 很好吃的 其实比平常卖的还多 只是产量多 那能怎么办呢 就只有尽量卖咯 这样啊 对了 阿喜给了我一个栗子点心 我分一半给你 这样晚点吃饭 你就不会太饿了 好啊 这个点心好好吃哦 嗯 对 真的很好吃 不过我知道这一家 这点心很贵的 有多贵啊 嗯 如果以同样份量的栗子比较 应该贵个几十倍吧 啊 几十倍 是啊 嗯 就是买一个小点心 可以买好几十个栗子的意思吗 没错 啊 嗯 每次爹回来都吃冷冷的饭菜 应该热热在吃 他都说饿得等不及了 就直接吃了 娘都来不及热呢 这样下去不太好 身体都会搞坏了 为什么要卖完才能回来 其实啊 没有到一定要卖完的地步 只是你爹就是这种性子 最近的栗子啊 很好吃啊 它可能是想让更多人吃到吧 我实在不懂爹在想什么 嗯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太辛苦了 应该要帮帮他 大家吃吃看 很好吃的栗子点心哦 真的 栗子点心 对 保证好吃 阿世啊 阿世 你真的很大方啊 带这么多来给我们吃 我爹说这很贵啊 因为我觉得很好吃 我家还有很多就带来了 我想大家也会喜欢吃的 我可以再吃一点啊 我吃完了 你吃太快了 不好吧 本主 再一个就好 这是我会慢慢品尝的 好吧 可是这是最后一个了 其他的还要分给还没来的人类 谢谢 谢谢 同样是栗子 一个小小的点心卖得那么贵 如果我爹是卖点心的 应该很早就可以回家了吧 哎 你在说什么啊 我爹每天卖栗子都卖到好晚 如果卖栗子点心 可以更快赚到更多钱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那就跟你爹说 去卖栗子点心啊 问题是他会做吗 我记得吃过你爷爷做的很好吃的栗子点心 可以请他教你爹啊 对耶 如果真的想卖 就努力研发 一定会很好吃的 方丈说过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嗯 这也许是个好方法哦 爹 我想到一个方法 让你以后不用那么晚回来了 是什么方法啊 就是你不要卖栗子啦 这个太辛苦啦 啊 那卖什么呢 嗯 你可以卖那种很好吃的栗子点心啊 别开玩笑了 那没有那么好做的 而且我做的是我有兴趣的事啊 做点心也很好玩的 你可以和爷爷一起研究啊 如果做出了好吃的 就不用每天那么辛苦啦 小栗子 谢谢你了 但是爹没打算改行 难道你愿意每天卖栗子卖到很晚 都不愿意跟我们大家一起吃晚饭啊 当然不是 爹以后会尽量早回家的 你每次都黄牛 好像不想和我们一起吃饭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爹只是很尊重自己的行业 而且做这一行已经很久了 爹 你这样好像有点固执啊 转个行也不错啊 也许你现在不了解什么叫做 隔行如隔山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长大以后你会懂的 又是长大以后那还要好久啊 李先生 李先生 哦 等一下啊 啊 好 有人找我了 你先进屋子里去吧 哦 王老板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是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哦 请说 是 关于粒子供货量的方面 我们想增加一些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哦 增加多少啊 呃 一倍 要这么多呀 呃 那是因为我们的点心卖得好 有点供不应求啊 恭喜啊 我儿子也希望我能够早点卖完粒子 可以早点回家吃晚饭 哼 我是希望 既然给您买那么多 价钱是不是可以低一点啊 当然可以 就打个九五折吧 哎 既然量加了这么多 我想七折可不可以啊 嗯 这样太低了 嗯 如果七折卖出 我会赔钱的 如果无法接受 我已经找到了代替的商家了 只是之前跟你买的量 就无法继续咯 啊 抱歉 我们也是有苦衷的 那种便宜的栗子 品质跟我们是无法相比的 嗯 其实我们已经用新的栗子 做了些样品 您吃吃看 嗯 哦 请您再考虑一下吧 我们其实是比较习惯跟你买的了 啊 好了 再见吧 唉 爹 哦 你都听到了 嗯 这点心就给你吃吧 哇 这就是那家很好吃的点心嘛 原来是用我们家的栗子做的 是啊 不过就要换成别人的了 你真的不卖给他了吗 真的没办法 卖的比别人贵 是因为我们的栗子品质好 但是成本也高啊 你以后是不是会更晚回家了 也许吧 这样你是不是对我更不满了 我是觉得既然卖栗子那么辛苦 就做其他的事嘛 譬如说卖点心怎么样 小栗子啊 爹来解释给你听好了 种栗子 卖栗子 对我来说 不只是工作 反倒像是一种使命感 使命感 嗯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会有一种成就感 会想为这个事做更多更好的心情 嗯 像我对醋菊的感觉一样 嗯 有点类似吧 爹只想种出最好的栗子 让大家都能享受到 可是点心老板 现在已经敢用别人的栗子了 嗯 卖栗子点心真的不好吗 爹相信自己种的栗子品质是最好的 我们还可以再去找其他的买家呀 你以后会懂的 爹的栗子是无可取代的 乖好好吃点心吧 嗯 嗯 怪怪的耶 怎么没有之前吃的那么好吃呢 是一样的点心呢 啊 这是别人家的栗子做的 嗯 我爹种的栗子真的比较好吃耶 爹 我知道了 我懂您的意思了 小栗子终于了解 栗子爹种出的是品质最好的栗子 他也懂得了 一直专注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并且相信能够做好这件事 就是最大的福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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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